没有编辑 内容太丰富了 我们拿到经典 看不出意思 你为什么一句几个字 就讲几个重点 讲不完 这问题在哪里呢 你有没有偷 教下的祖师大德常常说 大开圆解 我虽然没有到这个境界 接近这个气氛 所以有一点相似 我曾经告诉大家 特别是徐蒋经的同学们 佛经 字字句句都含五两一言 一字一句 讲一本 讲一千年 都讲不尽了 这真的不是假的 不但是佛经 事出世间 所有一切法 法法 一理都没有穷尽 为什么 法法是自信变的 自信没有变迹 自信 声光 无尽 他变现出来的东西 点点滴滴 一方如实 问题在哪里 你自己没有通 你为什么没有通 我尝试了 你有自私自利 自私自利是 头一个关口 头一个障碍 这个障碍不能突破 所以你搞一辈子 连个小城虚头环骨 都不能争取 你怎么会成就 得不到虚头环骨 换一句话 生生世世 还搞轮回 要知道 自私自利是轮回心 轮回心 学佛法 还是搞轮回 金刚经商 给我们标准 无我相 无人相 无动身相 四相破条 真虚头环骨 在大臣 粗性位的菩萨 不是没有标准 有标准的 到不了这个标准 那就是 抓紧聊 善知识 跟着他走 那就说 我们自己不认识路 不认识路 一定要跟着带路的人 老师带路 什么时候 能离开老师呢 自己认识路的 那离开老师 那离开老师 菩提道 我说 我不会迷失方向 我不会走错路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才可以啊 那么在四十华言里面 大家看到 善财童子 五十三餐 五十三餐 那就是离开老师 可以出去参学了 什么条件呢 破一天无名 这一份发生 由此可知 善财童子 在文书 文书是他老师 在他老师内 成就什么呢 职责 断掉了 分别断掉了 妄想破了一份 职责 就是见私烦恼 分别就是沉沙烦恼 妄想就是无名烦恼 你看 见私断了 沉沙断了 无名破一品了 可以离开老师 你出去参学了 在老师这毕业了 第一位参访吉祥云比丘 吉祥云初诸菩萨 你自己没有到初诸 你就见不到初诸菩萨 海云比丘二诸菩萨 我们现在讲的是二诸 善财参访二诸菩萨 他自己就正得二诸 最后参访到 普贤菩萨 圆满成佛 无事三参 界界高深 没参访一位菩萨 就又破一品无名 又提升一层境界 如果没有这个条件 不能离开老师 离开老师 大错特错 但是 不要说是现在 古时候 做老师 谁敢自称为老师 没有人敢称 没有人敢称 念福也不敢称 空老夫子说得好 无有大患 在好为人私 为人私 那还得了啊 所以越是真正善知识 越谦虚 我跟李老师审议 我心目当中 他是我的好老师 他自己不敢以为是老师 他把我看作同学 他把我看作同学 我年岁比你大 比你多学了几年 来帮助你 不敢以老师自觉 所以他在我 在我面前一直强调 叫我以古人为师 他说我帮助你 古人找哪一位呢 他的老师是应光大使 他介绍要以应光大使为师 应光大使不在了 文朝在呀 天天都文朝 思维其意 一教风行 就是应光大使的学生 他是应光大使的学生 你想想看这样的情绪 这是德行 一丝毫公告我慢都没有 一丝毫自私自利的念头都没有 我在他那天学习 那个时候确实我一点佛报都没有 生活非常困苦 他常常帮助我 有人送给他的衣服 他接受了 人离开了 他就送给我了 送吃的东西 他接受了 人离开了 他也拉给我了 一丝毫自私自利的念头 一丝住行都蒙他 我们要知恩报恩 用什么来报恩呢 认真 努力修学 我们修学的成就 这是他最喜欢的 他不需要别的 我们的成就 报他的恩的了 我们学佛的人天天